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不要惊慌 不用急着带孩子去补习 十二年国教有很多的能力 不是靠补习过来的 它是必须靠孩子整个在情境 在环境整个的建构跟培养 去年九月李嘉峰录影片 谈到十二年国教认为政策宣导 不够清楚 很多现场大概听到这里 又不是很搞得清楚 所以十二年国教在这个部分 我认为政府的宣导 或者是整个的工作整理 没有非常完善 影片中李嘉峰也告诉家长们 教育孩子的关键 我们要有预习的制度 鼓励孩子 老师没教 你可以自己也尝试去做阅读啊 我相信我们共同的合作 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在未来的成长 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快乐 一向重视教育的李嘉峰 过去受访 就说过教育没有其他方法 只有给小孩最好示范 我们想要教育什么样的小孩 一定是从我们大人的生作者 那我们的家长 不管你的事情 工作失业而多忙 不然奥底 我们孩子一定要放在那边外 培养孩子主动积极 事前预习的学习态度 李嘉峰也提醒家长们 以身作则 做好这一家榜样 记者综合报道